巴基斯坦顶级饭店爆炸 中共大使躲过一劫 这国总统喊话拒绝中共外交勒索 武汉病毒所碰不得北京和谭德塞翻脸了吗 中国富豪的四次求生术曝光 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2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中巴兄弟之间的外交灾难只差了几分钟 就将无法收场了 21日晚间 在巴基斯坦西部的比路之省首府 回答 爆发了一场外交高度敏感的恐怖攻击事件 一名汽车炸弹客在城内最顶级的四星旅馆 回答塞琳娜酒店自爆 目前造成至少5死10多人重伤 巧合的是 当时中共大使正率代表团下榻该饭店 法新社指出中共大使躲过一劫 这次恐怖攻击的锁定目标 真的是中共驻巴基斯坦大使农容吗 巴基斯坦政府对此持保留态度 中共大使馆与农容本人亦没有在第一时间发话 不过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组织宣称是他们所为 称这起攻击的目标是巴基斯坦的安全官员 据中央社22日报道说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发言人在声明稿中说 自杀炸弹客按照计划击中安全官员 据当地警方表示 这起爆炸案发生在比鲁芝省首府 奎达市豪华连锁饭店塞琳娜的停车场 有土质炸弹引爆 约害者包括安全官员和饭店工作人员 该饭店警卫巴克西说 我走到停车场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脚下地面摇晃 他告诉法新社 大家都拼命跑 然后我就失去意识 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事件发生时 中共代表团成员外出参加活动 不在饭店内 不过 中共大使馆农业专员顾文亮 告诉官媒 炸弹在他们预计返回饭店 仅仅10分钟前引爆 据报道 原本就因为围堵印度 而结盟的北京与巴基斯坦关系 近年来并不融洽 尤其是随着中资与中国人大举投资入境 各种针对中国人的恐怖事件 屡有发生 最为代表的是 2018年11月 紧邻巴基斯坦比省的港口大城 喀拉吃 城内的中共总领事馆 更直接被武装组织 枪占攻入 虽然最后没有造成中共官员伤亡 但这处外交机构 竟一度沦为 巷占现场 在确认将从印度及其他来源 取得超过200万剂新冠疫苗后 台湾在南美洲唯一方教国 巴拉圭总统阿布多说 巴拉圭愿意直接与中方厂商洽谈疫苗采购的问题 但绝不接受任何形式以疫苗换取外交关系的勒索 美国之音报道 阿布多二十日在总统府受访时说 巴拉圭已经与印度签约购买200万剂新冠疫苗 也有信心将在下星期收到印度的10万剂疫苗 此外 巴拉圭还得到承诺 4月底将接到COVAX的13万4千剂疫苗 但是阿布多同时强调 巴拉圭不接受任何涉及疫苗采购与外交条件的勒索 他在推文中贴出这段讲话 我们从任何地方购买疫苗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不会为采购疫苗接受任何勒索 我们也对与中国厂商直接打交道保持开放 但不带有涉及我们外交关系任何形式的条件 报道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 巴拉圭人民应对政府处理新冠疫情不满 上街抗议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献上个月下旬 在立法院针对中共试图以疫苗换取巴拉圭 与台湾断交仪式答复立委质询时说 巴拉圭政府知道当地动荡背后有中共的影子 中共的资金及中共的渠道 他们对北京的暗中所谓深恶痛绝 报道原以华盛顿威尔逊中心 拉丁美洲项目副主任葛丹的分析 中共当局的做法就是疫苗外交 中共对拉丁美洲提供了10亿美元的双边贷款 却拒绝提供新冠疫苗给巴拉圭 原因就是巴拉圭承认台湾 据葛丹披露 有来自巴拉圭外交部的报道说 北京当局的中间人明确表示 巴拉圭如果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就得不到中国疫苗 过去几个月 包括中共与俄罗斯等威权政府 已经在疫苗外交上占据领先地位 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 利用这个外交机会 永远不是令人感到鼓舞的事 一个跨国专家组在3月初发表公开信 呼吁世卫组织应对实验室 泄露新冠病毒的可能性 进行独立且完整的科学调查之后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 近来也呼应了这样的说法 但是21日 中共公开对谭德赛进行了批评与反驳 参与公开性联署的美国分子生物学家 艾布赖特随即指出 中共当局越是反驳阻挠 就越证明外界怀疑的合理性 自由亚洲报道 艾布赖特是美国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 也是3月4日以法国人为主的 签署联名公开信的26名跨国科学家之一 他表示 实验室泄露病毒的意外事件 在生物研究中不是没发生过 当年非典SARS大流行后 各国为了研究SARS病毒 包括中共自己也曾发生过实验室外泄的意外 为什么中共这次对调查武汉病毒所实验室 是否意外泄露病毒这么敏感呢 他表示 中共当局的反应与行为不是一个想洗刷污名的国家会有的举动 而像是一个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资讯的国家 报道指出 由于一些国际专家的关切 以及中共与各国角力周旋的压力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 3月底在WHO公布疫情溯源调查报告的记者会上说 世卫专家团队告诉我 他们在取得原始数据时遇到了困难 而报告虽然做出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评估 但相关调查不够充分 还需进一步研究 所有的假设都有待商榷 在艾布赛特看来 谭德赛的说法是作为科学家与专家最基本该有的态度 一点都不过分 但WHO显然两面都没能讨好 也触怒了中共 日前 中共通过一位不具名的世卫专家组中方成员 对谭德赛的说法表达诧异和不满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日更在例行记者会上坚称 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 也不存在取得原始数据困难的情况 他还称 在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和结论上 世卫尤其应该发挥表率作用 报道援引国际卫生法学专家 也是WHO委员会顾问的 美国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高斯登的话说 如果说这次大流行让世界上了一堂课的话 那就是应该考虑制定有牙齿的国际卫生条约 也就是具有强制力的 让WHO有权在疫情大流行时 可以要求相关成员国家交出原始或是独立数据的条约 他认为 病毒借由动物与中间宿主传染给人类 以及由实验室意外泄露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没有完整独立与不受限制的溯源研究 不仅无法为这场疫情中300万的亡魂找到能安息的答案 历史若不幸重演 中国同样也不会是安全的 随着中共强力管束民营企业 中国知名的企业领袖不是被捕 被迫退出集团 就是被晋升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例子显示 中国富豪的如今的生存之道就是中党低调 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 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统治之下 中共以惩戒羞辱一系列位高权重 被认为越界的富豪 马云以及相在其网络帝国皇冠上的两颗珍珠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与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 是北京迄今最大的目标 当局开始规范中国身具影响力的网络产业 力道前所未见 报道指出 习近平坚持掌控中国民营部门 要求即将对党忠诚 与社会稳定置于利益之上 金融帝国明天系创办人肖建华 2017年从香港豪华酒店被绑架走 安邦系的吴小辉被囚 寻求在华府建立关系的石油大亨叶简林遭捕 中共最大坏账银行华融资产管理前董事长赖小明 则被枪决 正如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研究员 中共不可说的秘密一书作者马力德所说 一般铁律是不应存在党之外的个别权力中心 报道写道 蚂蚁集团首席执行官胡小明上月辞职 几天后拼多多的黄征辞去董事长职务 当月在一场政治会议上 腾讯创办人马化腾提议 强化网络公司规范 上周中共反垄断当局下令34家平台企业 必须在一个月内对其反竞争行为 全面自检自查 逐项彻底整改 美团非执行董事欧尔说 这些新规要求网络平台思考未来创新方式 但结果可能是更少创新 该报道分析 随着习近平希望中国经济更多有自我的创新 而非有外力驱动 现在判定马云出局还言之过早 北京当局需要民营部门协助支撑经济成长 但更不希望企业家侵蚀党的支配地位 一直以来当局视蚂蚁为扰乱中共大型国有银行的工具 不久蚂蚁的上市在最后一刻被叫停 针对中国富豪的现实处境 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学者蔡新仪坦言 在中国这些日子想说国王没穿衣服是很难的 好了以上是本期望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